欢迎收藏直播剧视频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击分享准发一下 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弹幕和评论 留下宝贵的意见 感谢大家摸摸的 哈喽大家好 之所以我选你不看情兽剧 你不如多加打灰 说得好 我选择看情兽剧 还真是 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些视频 我这个有点上头 我发了个动态说 我怎么感觉我发视频 好像在带坏人一样的那种 然后我怎么感觉好像在祸害人一样 然后我是不是不发视频会更好 结果一堆私信我的 我就要看情兽剧 不要我看情兽剧 我哪有心情打灰 行吧 先给大家解决视频 等视频的后面部分 我们再来讨论 前前发的一个动态 以及我现在的想法 好的那么大家这边看到 我是打出一个闪光弹之后 逼退一个 然后压刀加压发 非常的帅气 我的队也都惊呆了 然后这边我们在中路 扔我的小汤飞镖的时候 敌人居然还敢请 我很费气 我的飞镖居然一刀没中 我以后我自己 我都不想反驳 观众叫我大猜刀了 既然如此来吧 来对枪吧 抱你跪头 然后拉到中路来之后 又抱一个 第三个人往B连跑 我直接泼射 冲过来三连杀 然后常津哥好像有一个 常津哥是不是有一个 你不下来是吧 不下来我跳上来 我跳上来打你 一发抱头 拉回到中路之后 最后一个敌人 从B点压出来 直接又被我一发抱头 好取五杀 你们不是说 很久没看我打AK了吗 这就是我的AK 能看明白吗 又压发 B仓出来 对枪 对 又压发 还有一个 再对 又压发 哎呀妈妈咪 你说这水平你要退网的话 你说那不永远说不过去的吗 对不对 那对吧 电脑里面几百个G的素餐 你不发 你不发那么浪费了吗 又抱头 哎呀拉到这边 我全是抱头 一个下面 三个黄金那个抱头了 你说这水平 实力不允许 你说你要退网 实力不允许 这么过分的 你在厕所里面玩撑干跳 过了大份了 太过分了 哎呦 黄金抱头 怎么打的黄金抱头 手动外挂 这不比开了还开了 这不比开了还爽 你看他打白金抱头 我不开 你看我手动外挂 你看我黄金那个抱头 太happy了 心情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愉悦 这边好像只剩最后一个人了 我们来找找他 找找他 看了在哪 小火机出来对枪 在A门听到了 等他拉近一点 他不拉 他好像想绕还是怎么的 他跟他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我们看一下 他又进步了 看一下 又拉一门 想等我们出去找他 你这小伙子 太奸诈了 然后呢 这些视频的片段 都是我带妹子一起排位的时候打的 带妹子排位散分 带妹子玩游戏是为啥呢 对吧 很多观众都想到了 你说这妹子吧 他打枪力不行 然后你去教他打游戏 这个地方打不对 那个地方打不对 人家就会生气 你再敢说人家菜 人家更得生气 所以一般带妹子玩游戏都是一种折磨 我一直都不喜欢和女生一起玩游戏 那么说到这里很多观众说 你不喜欢妹子那么笨 你还带她玩游戏 当然了带妹子玩 那肯定都是为了现实交朋友 那么视频看到这 你是不是也想看游戏了 happy一下 如果这个时候是和妹子一起玩的话 还能修个操作 待会之后呢 趁机约心意的妹子出去玩 不过现实你们跟跟前面 你张嘴 哇哦 这味道啊 就算来五个妹子 你都能 所以可乐炸鸡 打游戏的生活虽然很快乐 但事后的麻烦却少不了 就像这样 嘴里持续有一股刷不干净的怪味 牙齿都被牙树包疆了 有些朋友牙齿比较敏感 吃酸吃粮会比较刺痛 这已经是树牙初期的表现了 等牙疼爆发再进医院的话 没有几百几千是真下不来呀 还在隔阂上岔伙的来回跑 真的难受啊 怎么办呢 别慌 换个更强的装备 你不费力就能保护好牙齿 比如啊 这款萌牙加新院款电动牙刷 一用你就会立马被惊验到 不仅刷完牙 嘴里一点挂位长流都没有 还聚省事 集散牙膏嘴里一放 慢慢移动就全搞定了 新院款电动牙刷 是萌牙加的最新款 在原先五个档位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无级调节功能 能自己调节刷毛摆动的幅度 如果你的牙银上火 或者口腔溃疡 这个功能就太适合你了 那么在续航上的话 从原来的三个月升级到了半年 你一年只用充两次电 别说出差了 你去外地上学 万代充电器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此外呢 它还有这个牙膏墨防飞键功能 旅行锁功能等一系列的细节升级 人性化的设计让你用的更舒心 那么在质保上的话 也是一如既往的强悍 萌牙加承诺 两年之内质量问题免费换心 用心做质量的同时 也让你用的更放心 这次的新款 因为是新品推广期 所以现在买的话 去评论区领我的优惠券 能省150元呢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先领券赞入手啊 嗯 好了 萌牙加合作很多期了 大家懂的都懂的 那么来说一下 前两天我发这个动态 我发了个动态 引起这个 很多网友这个 关心以及讨论 因为前段时间 我一直刷到很多 这个批判网红 跟这个主播的视频 虽然我知道 他们都是营销号 就属于那种 对吧 毕竟这种话题 比较容易观众们 引起这个观众们的共鸣 就对吧 做营销号嘛 你去骂这种 有共鸣点的东西 就有人气嘛 我能明白 但是我个人 还是比较认同 他们的观点 就是我感觉 现在这方面的 这个东西 风气不太好 所以我就感觉 我是不是 对吧 我也是干这个的 但是我跟他们说 干的事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我属于 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我就感觉 我是不是 我这种存在 是不是也带坏风气 也不好 然后我就 有段时间 有点自责 我就在想 你就不往远了说 对吧 不要把自己 说这么伟大 你就想想自己儿子 对吧 然后我就有点自责 然后我真的 那段时间 我突然想退网了 然后我就发了 那条动态 然后动态下面呢 有很多网友 劝我不要退网 想看我视频 有个少部分玩家 比较现实的观众 就跟我说 收割没必要 你这个工作 对吧 工作嘛 你工作都不做了吗 那你有钱生活吗 对吧 你的家人的生活 环境 你不工作了 对吧 你不要这个工作了 你到时候 经济条件变差了 你有没有想清楚 什么什么的 提醒我 结果我休息的第一天 儿子回家跟我说 爸爸 补习班 老师说要交学费了 然后他这个学费 补习班 三个学期一交 然后多少钱 我就不跟你们透露了 反正不便宜 然后小儿子 也要买奶粉 也差不多要不吃 但是现在的小孩的话 一般最起码早晚 还是要吃的 然后呢 第二天睡起来呢 不是那天下午 下午睡起来呢 然后孩子他妈就说 尿不湿也没了 尿库也没了 去买 如果没记错的话 因为我不太管 这些东西 都是 对吧 我平常都在工作 但是我有印象里面的话 光是买尿不湿这个东西 最起码五位数以上了 然后我的头 想这些东西 我头就开始疼了 然后跟孩子他妈说 我说我发了个动态 我说我不做网络的 因为之前我没告诉他 我说以后咱们节约一点 然后他就说 那你不做的话 你想好你现在做什么吗 你为啥不做 然后我就把我想法说了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教别人去当主播了吗 你教别人不要读书了吗 你去 告诉人家说 当主播当明星好 还是宣传这个东西了吗 还是你带假货的什么的 我一想好像也是 他们造成这个现象 光我个屁是 跟我没关系 我没有做这些事 然后晚上又有几个大佬来找我 小汤 怎么视频停坑了 怎么要退晚了 小汤 我的广告怎么还没给我发 小汤 你啥时候直播 你怎么还不复播 算了 我还是清醒一点 对生活还是低个头 毕竟脑子一热 有的时候 你要说不赚钱 说实话 我还是可以顶住 咋是还是可以顶住 但是主要话 有的这个月经我赔不起 而且对吧 你电脑里面这几百个机 你不用掉它 难道你要把它给删掉吗 对不对 这就说的比较明白了 对吧 好了 那么这些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了 还继续给大家更新 更多精彩的视频吧 尽我努力吧 推 既我努力 也尽我能力 好了 那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传维火星最近的活动 6月5号到6月11号的话 想领取这个成龙野J 或者精英部队 或者灵狐插永远角色的 任何这个游戏任务带坐的 游戏任务活动带坐的 都可以来找我们 领取这个杀音黑斧 或者卡通分子 或者斯泰尔风神 或者第一手黑斧 还有这个新出的M4吉他炫彩永久 还有全区大量收save点 想回血的 帮忙做save日常任务 活动带坐这些的 都可以来加我 加视频左下角 这个微信情收集一二三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save 网友荣逆战和平金 等几十款热门端 有手游游戏号 这个鞋子号不想玩的 想拿去赚点零花钱的 可以加视频左下角 Q800849199 现在珠号店 这个有很大很大活动 账单公开透明的 现在特别是 和平金 和save 断业 save 所有的出租率都非常非常高 装备越好 租金也越高 你介绍别人来合作的话 还能给你个大红包 死哥哥 然后最近也是 好像是高考的时候了 然后 一生之经历 终生之财富 我就是没经历过高考 所以说我 没有财富可以 孰中自有 袁如玉 孰中自有黄金 我是啥都没有 我没上过初中 我没上过高中 我啥都没有 那么本期的视频 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话三连 我们拜拜 拜拜